豪门假千金哭着要认亲回家 换回我这个贫民窟真千金 我妈拦在门口不让她进来 老许 她说她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你快来刺醒她 我爸脸色一黑 老子有糖尿病 不想让这个颠婆尝到甜头 她崩溃大吼 我是你们的亲女儿 我认我你们会后悔的 笑死 我爸妈要是认下她才会后悔 上辈子我爸买彩票中了三千万 而她所在的豪门濒临拓产 爸妈将她这个害人经营回家之后 害得我们全家不得安宁 后来她为了独占财产 直接放火烧死了我们 她不知道 现在我们全家都发疯黑话重生了 我们现在是扭护路 封批许佳 唐欣慧愣憋了好半天 才憋出两滴泪 语气缓和了些 爸爸妈妈 当年我被抱错了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你们不要我了吗 我爸直接拍桌走到她面前 手搭在皮带扣上 朝她吼道 颠婆 再不走 刺你了信不信 唐欣慧瞪大了眼 瞬间被吓到花蓉失色 转身就跑 她大概是跑得太快 没看见我爸另一只手里 握着的奥特曼水枪 我妈靠在门上 给我爸使了个眼色 去把你另外那个娃山行 我们开会 聊聊上被子的事 我这才反应过来 瞪大了眼看向我妈 妈 你和爸也重生的 我妈因为伸长地看了我眼 缓缓点头 就在这时 房间里传来我爸的惊呼声 只见我哥直接扛着我爸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往门口跑去 爸 着火了 快跑快跑 我妈迅速拦下我哥 没着火 你快放下你爸 一天天使不完的牛进 我也赶紧向我那个 脑袋缺根弦的哥解释 哥 我们这是重生到两年前了 唐星辉那个汉人精 还没来我们家 我哥这才回过神 环顾四周 开始傻笑 我家没烧啊 爸也没气得中风 我爸冷笑了声 我是相信光的男人 这辈子只中彩票不中风 这话如果不是他双腿发软 跪在地上喘着大气说的 还是挺有气势的 我哥看着我妈的满头黑发 一把抱住他 吸着鼻子说 妈 你现在好年轻 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然后他又对我张开双臂 哭着说 老妹 就连你也好好的 我迅速往后退了一步 你要是敢把鼻涕弄我身上 我一个巴掌 让你原地来个托马斯拳拳 我哥的动作顿住 缓缓低头 这才注意到了自己的腿 芊芊 哥腿不瘸了 他踢了下腿 笑着对我说 好使得就像心长出来的一样 我看着他像只猴一样 在家里上蹿乱跳 还撩起裤腿 向我们绣起了他的大长腿 腿脚失利索了 但精神好像不正常了 我爸去领奖的时候 虽然戴着奥特曼面具 但因为突然买了新房新车 还是被周围的邻居认了出来 所以这辈子 为了不让唐新会惦记上 我们家决定装穷 我爸把看中的房退了 顺便在楼盘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我妈把雕都藏起来 整日穿戴补丁的衣服 去菜市场用砍人的气势砍架 我哥的保时捷换成了二手桑塔纳 下班后兼职去跑网约车 而我因为还在读大二 暂时被他们放过 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 虽然周围还是流传着 我爸中了三千万的流言 可我们家怎么看 都不像是有钱的家庭 而我作为这个家庭最正常的人 很快就被唐新会盯上了 这时候 他爸妈正逼着他 去讨好一个花心晚苦 他不愿意 便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放学的时候 我哥因为接了拼车单 没来接我 我直接被唐新会拦住了 他拉着我的手 一脸善良内疚的模样 千千 其实你才是唐家大小姐 我占了你太多好处了 我不能再抢了你的姻缘 什么姻缘 你小时候 其实和国家太子爷 订了娃娃亲 他看着我身上的旧羽绒服 眼神流露出心疼 你要是能嫁过去 就有想不尽的服了 就不用我这种苦日子 那个混账玩意 竟然被他说成了太子爷 大清早亡了大姐 上辈子 唐家逼临破产 唐新会果断收拾东西 到我家认亲 哭诉着他在豪门这么多年 没感受到半分亲情 我爸妈一时间觉得亏欠 唐新会告诉我爸妈 我被认回了豪门 不愿意再回这个破破烂烂的家了 我爸虽然中了三千万 也比不上豪门有钱 我妈一边骂我没良心 一边做了我最爱吃的槐花包子 让我哥给我送过来 我哥这才发现 我被绑了送到郭颂凯的别墅 他的腿 就是在那时候被郭家的保镖打断的 后来我哥还是拖了那条断腿 把我送回了家 我爸在得知事情真相后 直接气得中风 唐新会眼见事情败露 为了独占财产 竟然直接放了 把火烧死了我们全家 想到这 我突然鼻子一痒 打了喷嚏 唐新会连忙脱下 他身上的白色雕毛大衣 披到我身上 假惺惺的关心我 你的衣服这么旧 估计连里面连根毛都没有 小心着凉啊 我的羽绒服里不仅装着毛 还装着我火辣的身材 我朝他笑了下 继续说道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那种类型 我喜欢坏坏的男生 他没听懂我话里的意思 继续说 其实国家太子爷经常去赛车 性格也挺皮的 还是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笑着打断他 我现在要去相亲了 秦谦 你还在相亲吗 我想要的对象 只有相亲才遇得到 我脱下了他戴着刺鼻香水 为的大衣 和他道了生谢 他伸出手想拿回大衣 我反手将大衣 装进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 他的手将在半空中 估计是冻着了 上辈子 他常和我讲豪门里的恩怨算计 他说自己过得很孤独 想和我成为闺蜜 却被他婉拒了 他衣着单薄 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嘴唇都冻污了 用我哥的话说 简直像个傻成 我们就这样在寒风中 走了半小时来到茶馆 见到了媒婆 唐欣慧拉了拉我的衣角 问道 你的相亲对象呢 媒婆直接接他的话 还在里面 过完年后就出来了 唐欣慧目瞪口呆 坐牢啊 媒婆点了点头 以前杀过人 现在不杀了 全场只有我一脸淡定 有照片吗 媒婆连忙从手机里 翻出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大哥 左青龙又白虎 咧着个大牙傻笑 媒婆在那边说的天花乱坠 你看这孩子笑容多纯洁 一看就是没有心眼的孩子 唐欣慧在我耳边低声说 我们快走吧 她看着大哥的照片 缓缓笑开 这大哥一笑 脸上的这颗大痣 都显得标致不少 媒婆喜笑颜开 姑娘你还没见面 就喜欢上了 何止喜欢 简直是真爱 我抬眼 目光阴森地看向媒婆 我现在就要见到她 媒婆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得得等年后了 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 然后一个箭步上前 跳上了桌 一按爬行到媒婆面前 然后直接把嘴里的茶水 全部喷到媒婆脸上 一把抓住她的肩膀 发疯地笑着 啊我等不了了 我现在就要见到她 要不我现在杀了你 进去见她 媒婆被我突然发颠的行为 吓得连连后退 哎呀呀你不要过来呀 媒婆连滚带爬地跑了 周围寂静无声 我趴在桌子上转过脸 看向缩在墙角的唐欣慧 我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喜欢的男人 你会帮我的吧 你不是想做我闺蜜吗 你帮帮我呀 你丢掉的只是一条命 但我得到的 可是珍贵的爱情啊 我一边往她的方向追去 一边抱着头大叫 哎呀呀恋爱脑长出来了 好难受 唐欣慧落花而逃 跑出门的时候 还被门槛半倒 摔了个狗吃屎 在我发疯之后 整个茶馆一片寂静 我淡定叫老板结账 视线不经意落在角落里 一对穿着贵气的夫妇身上 他们就是我豪门的亲生父母 这还真是一次十分刻意的偶遇 很多年前 他们就知道抱错了孩子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 我哥正在包烤红薯喂我吃 一大块红薯不小心掉在地上 我一时心疼 小心翼翼地捡起面上干净的部分 塞进嘴里 我哥在旁边拍着腿大笑 许千千 你再吃屎啊 我亲生父母看见这一幕 以为我是智障就没有认我 就这样僵错就错了下去 估计这次过后 他们再也不敢认我了 走出茶馆的时候 刚好看到我哥 靠在他那样二手桑塔纳的车门上等我 夕阳暖黄的光影 为眼前的景象镀了层柔焦虑镜 我哥穿着黑色大衣 抬一眼的时候 竟然有港片电影的质感 他从大衣里拿出一块热乎的烤红薯递给我 今天来接你接碗了 吃了不许向爸妈告状 哼 用一块烤红薯就想收买我 我哥让我先上车等着 当他拎着一瓶水走出便利店时 唐欣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到了他面前 他鼓起勇气走到我哥面前 仰头看着他 哥哥 其实我才是你的亲妹妹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去做DNA鉴定 他在我爸妈还有我这里碰了B 现在又把主意打到了我哥身上 还真是欺而不舍 我哥虽然是狗 但他那张部书偶像剧男主的脸 总能得到不少女性的好感 但只要他一开口说话 无论什么偶像剧滤镜都得被劈碎 我哥不信神 因为他本身就很神 一阵寒风吹来 衣着单薄的唐欣慧 在我哥面前动得脸色苍白 我哥微挑着眉看着他 老妹 你脑子没泡疤 大冬天穿这么少 可能是我哥那种脸的迷惑性太强 唐欣慧大概是以为我哥是在联系他 他的脸不自觉泛红 双眼含泪 开始无助又不甘心地大吼 哥哥 明明我才是你的亲妹妹 可你这么多年 宠的都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我包着红薯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宠 我哥在他眼里竟然是宠妹狂魔 他这是在嫉妒我 真颠 我哥大概是觉得他有病 微领着眉头看向他 你说你是我妹 唐欣慧疯狂点头 下一秒就要扑到我哥怀里相认 我哥连忙往后撤了一步 语气认真地问他 我妹敢吃食 你敢吗 唐欣慧的动作僵住了 缓缓转过头望向我 此刻的我正蹲下身 捡一大块不小心掉落在地上的红薯 准备扔进垃圾桶 对上他的视线时 地上的红薯还冒着热气 我缓缓咽下嘴里的食物 轻舔了下嘴角 我哥垂眸 语气认真地对他说 只要你也吃 我就相信你 啊 耶 唐欣慧脸色苍白 整个人愣在原地 他大概是没想到 我们家没一个正常人 下一秒 他手脚并用的仓皇而逃 像只扑扔的大鹅 回到学校的时候 学校里不少人都知道了 我和唐欣慧抱错了的事 唐欣慧一脸委屈地看着我 解释道 他们都问我 为什么被被爸妈赶出家 我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 千千 你不会怪我吧 他身边的几个闺蜜 替他说话 他现在可是唐家的真千金 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怪你 以后有钱爸妈 嫁入豪门的都是他了 欣慧 你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被唐欣慧精湛的演技折服了 连忙拍了拍手 查 太查了 他的闺蜜挡在他面前 许千千 你说谁查呢 唐欣慧眼底划过一丝恨力 随即抹了下眼泪 郭家太子爷 看了你的照片后一见钟情 已经在找你的路上了 你们才是门当户对的感情 我只能退出了 千千 我祝福你 他缓缓走到我面前 用只有我和他能听见的声音说 别以为你疯我就会怕你 我也不是好惹的 忘了告诉你 你的未婚夫可是个变态 我看你在他面前还能怎么疯 郭宗凯是变态的这件事 我早就知道了 上辈子他弄断了我哥一条腿 我正愁找不到机会报仇呢 我盯着他有些癫狂的眼睛 不弄反笑 那我谢谢你了 唐欣慧愣了下 你疯了吗 为什么要谢我 下一秒 他的表情变换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扬声大吼 许千千 就算这一切都是你的 可你也不能这么欺负我呀 后面的几个女生文言 又围了上来 许千千 你是不是照着真千金的身份 在霸凌唐欣慧 这个世界又不是有钱有势 就可以为所欲为的 你快给唐欣慧道歉 我看着唐欣慧用力挤着眼睛 也没流出眼泪的样子 有些心疼 哭不出来 很难受是不是 他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突然关心他 神色有些亚异 下一秒 我直接拽住他的头发 将他的脸 精准地按到花台里的一坨狗屎上 最后 如他所愿 哭得很大声 一直到下午 我也没看到 任何关于我这个 真千金霸凌假千金的消息 明明现场有那么多他的闺蜜围观 我配合了他的表演 他们怎么就能视而不见呢 我有些失望地转过身 刚好对上一双猥琐的眼睛 这猥琐男我认识 是郭宋凯 他认出我 嘴角扬起一抹邪笑 你就是我的未婚妻 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也跟着他笑 开始对着他瞎扯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 等到现在还是母胎solo 我还说主动去找你呢 没想到你竟然自己就送上门 我有些设恐你知道吧 因为我哥 我身边连狗都没出现过公道 小时候我都跟着我哥上下雪 一直都没有男生赶上前和我搭话 不知道你认识我哥不 他以前断了一条腿 他眯着眼睛 上下打亮着我 老子不认识什么瘸子 我哥不是瘸子 我停顿了下 他是块残缺的玉 而你是坨完整的屎 郭增凯瞪大眼睛 你说什么 我朝他笑了笑 我又没说我不喜欢屎 听见我说喜欢 他突然莫名的自信了起来 你虽然也有几分姿色 但是从小一直养在外面 没什么家教 而且现在你们堂家也不行了 你是配上我的知道吧 我望着他 心里一阵顿痛 一个和同竟然说我配不上他 他咳了声 不过吧 你这样的 玩玩也不是不行 我文言 眉眼笑开 玩的话 我喜欢刺激的 他笑得更加猥琐 还真是个小妖精 我直接带着他 去到了隔层的杂物间 郭仲凯正准备按开灯的时候 对我制止了 不开灯更刺激 听你的 小妖精 我强压着胃里想吐的冲动 听到他解开皮带扣的声音后 我按开了灯 我满脸惊恐 一边发抖 一边往后退 不是让我帮你带路吗 你要干什么 他一边向我走来 一边脱裤子 真会玩啊 这是在和哥哥玩 欲擒故纵 我后退着大吼 你干嘛脱裤子啊 你不知道我晕真吗 他的脸色瞬间变了 过分了呀 哦 还有更过分的 我大叫着 直接抄起旁边的扫帚 往他身上砸 棍法看似胡乱 其实棍棍都正中他的裤裆 郭仲凯供着身子 颤抖指尖指着我 声音尖锐 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唐家彻底玩玩 还有这种好事 我更兴奋了 手下的动作也更加起劲了 最后他倒在地上 翻白眼晕过去之前 还不忘威胁我 你知道和郭家作对 有什么下场吗 我爸一定会弄死你的 贱人 所以我早就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不会再给他们任何伤害 我和我家人的机会 在郭仲凯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我身后的门也被人撞开了 他还不知道 我们现在所在的隔间 有一种面墙 都是单向透视玻璃做的 不过在装修的时候装反了 只要一开灯 从外面可以将隔间里面 看得清清楚楚 而隔间的下方是学校礼堂 现在礼堂里有上千名学生 正在参加校庆活动 按照现在的网速 我报打色狼的视频 应该已经传遍全网了 在我报警之后 我的亲生父母和郭仲凯的爸妈 一起来找我 这是这辈子我第一次和他们说话 我亲爸拍着桌子说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我亲爸抹着眼泪说 千千 妈妈也很心疼你 不过还好什么事都没发生 为了我们唐家的生意 就算了吧 这两人不去演双簧 简直可惜了 我笑了下 怎么能算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我不是为民除害了吗 郭仲凯的妈气得浑身发抖 看我的眼神简直想叨我 我儿子要是废了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郭仲凯的爸微笑着威胁我 小妹妹 听说你和你养父母的关系不错 你养父母没有什么本事 家里很穷 对了 你好像还有个开网约车的哥哥 这开网约车可是高危行业 他这是在用我的家人威胁我 这郭勇是出了名的老奸巨华 手段很辣 上辈子 我从郭仲凯那里逃出来之后 也报了警 不过那时候 郭勇销毁了所有的证据 还四处造谣 是我拜金 主动勾引郭仲凯 我爸妈拼了命 我知道我斗不过你 去年有个女生起诉郭仲凯性骚扰 你就是这样让他撤诉的吧 郭志勇文言 得意的笑了下 你知道就好 我接着说 我还听说两年前 还有个女生被你造谣他 私生活不检点 主动勾引郭仲凯 最后那个女生跳楼自杀了 郭勇脸色一变 你怎么知道 我是重生的 当然知道 我微弯的唇角看着他 那你这都算是招了 郭勇笑了 一副无赖的样子 想妹妹 你是警察吗 我招什么了 我刚才可什么都没说 唐总 唐太太 你们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他们两人连忙摇头 我淡定的看着面前几个虚伪的人 笑了下 刚才我们的谈话内容 已经被我直播出去了 我扯下衬衫上扭扣形状的 针孔摄像头 举起来对准他们猛逼的脸 如果不知道说什么 就给直播间的观众拜个年吧 话音刚落 郭勇的助理就冲进来 郭董 那你的直播间现在有两万人 您千万别说错话 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笑着看向郭勇 从现在开始 我和我的家人如果出一点意外 第一个查的人就是你 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你和解 哈哈 惹到我 你算是穿着拖鞋踢到桌脚了 和上辈子被郭勇毁掉所有证据 无处深渊不同 这次 我把他丑恶的嘴脸搬到了两人万面前 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我的证人 刚开始还有人怀疑 我的直播只是作秀 但直播过后 网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站出来举报郭家父子的涉黑恶行 警方很快就将郭家父子带走调查 网上骂声一片 郭家无论花多少钱都平息不了舆论 警方直接成立了专案组调查网上的各种实名举报 最后 郭仲凯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郭勇被判处无期徒刑 郭家就此倒台 也许是我表现得太彪悍了 我明明是受害人 却没收获到任何人的同情 只有我哥 每天雷打不动地送我上学 接我放学 我在学校门口下了车 他将一瓶防狼喷雾放我包里 还不忘提醒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抬眼望向他 哥哥 你难道不觉得那些变态比较怕我吗 我哥难得抬手揉了揉我的头 低声开口 我听你同学说 你说我就像一块残缺的玉 我没想到 我在你眼里是这样的 说到这 他好像还开始不好意思了起来 一瞬间 气氛突然有些尴尬 我和我哥从小打闹惯了 一时间还真适应不了这种抒情的场合 我咳了声 哥 这辈子你的腿不瘸了 所以这辈子的残缺具体指的是脑残 我哥脸上的笑意淡趣 指得下笑门口 老妹 离笑门就只有两步了呀 你再不走 我就踹你进去 这下的感觉终于对了 徐千千 刚走进笑门 我就被人叫住了 我转过头 见到了我的前男友 和真假千金文里的剧情很像 我和唐新慧会和同一个男人纠缠不清 这个男人就是梁凡 我记得上辈子他和唐新慧交往后 欠了很多债 下场好像不太好 但我向来没有什么助人情结 所以 我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踹了 他要是不突然出现 我都快忘记他了 他看我的眼神带着嘲讽 你现在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还和你哥那么亲近 不觉得不剪点吗 我觉得他有病 你还真是泪线连膀光 两眼珠子甚尿 看啥都脏 他颤抖着指尖指着我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不想搭理他 继续往学校里走的时候 又被他叫住了 我知道你那天霸凌了唐新慧 我捂着嘴看着他 你全都知道了 梁凡走到我面前 居高临下的看着我 你去和他道歉 说不定我会放过你 我一脸诚恳地看着他 我不会道歉 学狗叫可以吗 梁凡薇皱了下眉 许千千 你有病吧 下一秒 我和他一口同声地开口 会会是我见过最单纯 最善良的女孩 你是不会让你欺负他的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废话 上辈子他一出现 就会说这几句词 耳朵都听起简子了 像个凡人的NPC 我挠了挠耳朵 好了 狗叫我学完了 我可以走了吧 梁凡继续在我身后大吼 许千千 现在的你让我觉得恶心 很好 一大早的好心情都被毁了 我停住脚步 缓缓转过身看他 我知道你说话 为什么这么恶心了 那天我把唐星慧的脸 按到了花台里的狗屎上 你亲他了是吧 梁凡愣了下 像是想起了什么 下意识捂住嘴 丢了一声 我择了声 真爱果然能战胜一切 麻烦你们两个所死好不好 放假回家 我哥带我去参加 对家公司的商务晚宴 这时候 我哥正和大学同学一起创业 上辈子我哥创业的时候 我们全家惊奇的发现 我哥 林寻 他竟然有脑子 我妈一直以为生他的时候 脑子连带着台盘一起扔了 上辈子 要是没有唐星慧放的那把火 我哥就算是断了一条腿 也能成为一个有为青年 我爸几乎是没有犹豫 投资了他的公司 我哥公司发展的速度 比上辈子要快很多 不过这时候的他 正在经历一场歹毒的商战 对家公司的人买通园丁 用开水浇死了他们公司的发财术 我哥递给了我一个 我爸珍藏的奥特曼 一脸严肃的对我说 你待会趁人不注意 把他们公司的招财猫 换成奥特曼 我正愣的看了眼手里的 关注公众号 胡巴士 奥特曼 哥 小说里的商战 不都是派商业间谍 窃取商业机密吗 现实的商战就这 我哥倾笑了一声 商业间谍 我们也不是没有 这么高端 咱爸现在就在对家公司当保安 待会我通知他拉电闸 以趁机动手 我跟着我哥到了晚宴现场 没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了唐新慧 他现在应该快恨死我了 我哥去应酬的时候 他走到我面前 许千千 你这种人 什么时候也能来这种上流场合了 我摇着杯子里的果汁笑道 你这么下流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他气得全身发抖 手里端着的红酒 眼看就要拖到我身上 下一秒 一道黑色的身影冲过来 他的手腕就被我哥狠狠扣住 家人们 不开玩笑 我哥速度快的 好像会闪现技能 唐新慧看向我哥 视线落在他西装袖口处的那块 价值六位数的腕表上 哥哥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有钱了 我哥弯了弯唇 你知道最近有个沙特富豪 在我们这任何干儿子吧 唐新慧的眼睛瞬间都亮了 那人是你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哥的神色渐渐冷下去 甩开他的手 和你也没有 唐新慧一副娇若小白花的模样 红着眼睛开口 明明我才是你的亲妹妹 你为什么不认我 是不是许千千和你说了什么 哥哥 他不是个好人 他仗着自己是真千金 他在学校霸凌我 我哥偏过头看我 他说的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 唐新慧捂住胸口 颤着嗓音开口 他承认了 他霸凌我了 他的声音不小 恨不得在场所有人都听见 我哥脸色一变 开始斥责我 许千千 我以前怎么教你的 三打 柔术 跆拳道都白教了是吧 你都对他动手了 他的脸怎么还没歪 还能朝我狗叫 我垂下头 斯密马赛 哥哥叫 瓦达西瓦不是故意手下留情的 唐新慧震惊地看着我们 气得语无伦次 哥哥你 你37度的嘴 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 我帮他接着把话说完 他仍是一副渲染玉气的模样 哥哥哥哥 我哥终于忍无可忍了 一天到晚 哥哥哥 你是要下蛋吗 我真想把你扔入锅里 看看是邮件还是你件 我哥的嘴就像是脆了毒 大冬天听的人心里暖暖的 周围很多人都看了过来 对家公司老总趁机开口嘲讽 徐总怎么能这么欺负一个弱女子 我就说 徐总人品有问题吧 我哥冷笑一声 他要是掉进游泳池里 估计一匙子水都得滤 李总看到刚才的画面 不想抽他 竟然还替他说话 难得李总眉毛下的哑窟窿 是用来出气的 看来嫂子平常的日子 过得挺难的呀 这时 站在李总身旁的李太太 狠狠帮了李总一眼 我哥扯了下我的衣角 低声提醒 离远点 听说李太太以前是练铁饼的 小心误伤 他应该不会当众动手吧 这么多人看着应该不会动手 要是没人看见 我哥话音未落 咔的一声 周围瞬间按了下来 估计是我爸拉了电闸 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现场一片混乱 我连帮从包里掏出奥特曼 换掉了门口的招财猫 跟着我哥跑了出去 在得知我们家有钱后 唐欣慧又像上辈子那样 缠上我家 他捧着一束康乃馨 找到了我妈 可怜兮兮的望着他 康乃馨代表母爱 但我从小都没感受过母爱 我妈冷冷打断他 其实我喜欢向日葵 唐欣慧眨眨眨眼 问他 向日葵有什么花语吗 我妈冷笑了声 至少听你说这些屁话的时候 老娘能磕点瓜子 唐欣慧重新整理好情绪 拿出亲子鉴定报告 妈妈 我才是您的亲女儿 这是我之前悄悄拿走您的头发 做的亲子鉴定 我妈说 我女儿现在不是好好在家里待着吗 唐欣慧继续解释 我和许千千在出生的时候就报错了 什么 有人抱走了我的孩子 我妈瞬间可云上身 冲上去抓住她的肩膀 使劲摇晃 我的孩子在哪里 在哪里 唐欣慧脑僵都快摇散了 艰难开口 我才是 我妈没等她把话说完 直接上前一把薅住她的头发 直接将她摁到地上狠狠摩擦 随后 直接跨坐在她身上 开始左右开弓的山塔 你就是人贩子 老娘把你当人看 你偏要往畜生堆里钻 一个大耳瓜子 把你的智齿扇成门牙 让你的医保卡都欠费 我妈战斗力爆表 围观的人都不敢轻易靠近 最后终于有人报了警 到了派出所 警察把亲子鉴定报告 递到我妈面前 我妈这才回过神 如梦初醒 看像被删成猪头的唐欣慧 你不是人贩子 你真是 唐欣慧大哭着 正准备喊妈妈相认的时候 我妈下意识抬手 又给了她一巴掌 不好意思啊 我看见你哭 就有点想删你 我唯一的爱好 就是喜欢打孩子 你不会介意吧 我感觉我家的两个孩子 有点不正常 可能就是因为我打多了 离别前 我妈握着她的手 温柔开口 别害怕 家里常被不落分 记得常回家看看 这一事 唐家没有像上辈子一样破产 在郭家父子被判刑后 唐家趁机接手了很多 郭氏集团的资源和项目 一时间 唐家的风光比巅峰时期更甚 因为之前的事情 亲生父母自然没认我 唐欣慧又变成了 曾经那个唐家大小姐 毕业典礼上 她就站在我身旁的位置 看向台下的我爸妈 神色鄙夷 许千千 你后悔吗 我今天拥有的一切 本该是你的 一旦我们走出校门 你这种下等人 再也没有和我平起平坐的资格了 你现在只能在贫穷的家里过一辈子了 再怎么发疯都翻不了身 她越说语气越得意 我微微偏过头看她 今天是毕业典礼 我的家人都来了 你爸妈却没有来 她依然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他们忙着做生意 谁再回来这种地方 对了 你哥怎么没来 她像是想起了什么 语气幸灾乐祸 我到处打听过了 没人听过许寻这个名字 成天带着快甲表招要撞骗 估计现在被抓了吧 我哥是公司里出了名的哑巴巴走 为了不让他张嘴得罪客户 他基本上不怎么出去应酬 认识他的人自然也不多 看着他一副无可救药的样子 我不想再搭理他 这时 主持人正在感谢着社会科技人士 对学校的捐款 第一个念到了我哥的名字 屏幕上的镜头切到舞台侧边 我哥和校长一起走上了台 我的爸妈举着手机 激动地对着我和哥拍照 我大学毕业和我哥事业的成功 对他们而言 都是值得庆贺的事 我淡淡看了唐欣慧一眼 我和你不一样 我就不关心你会不会后悔 因为你在我眼里就是有蠢货 前世 他在富裕的养家 学到的只有冷漠自私 唯利是图 我们家所有人都对他很好 尽力弥补他在养父母家情感的欠缺 让他短暂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可是到了最后 他还是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可见血缘不是绑定亲情的唯一方式 这辈子 我们家不会再和他有任何关系 大学毕业之后 我直接去到我哥公司上班 唐欣慧也开始接受唐家的产业 处处和我们作对 下班后 我哥请我在路边吃闸串 秋风吹过 卷起地上的落叶 我哥站在闸串滩前 一边撸串 一边和我从公司发展战略 聊到了融资上市 周围吃串的人看我们眼神 就好像在看两个颠崩颠婆 我咳了声 哥 比起融资上市你 还是先想想 怎么对付唐家吧 几个项目都被他们抢了 我哥缓缓开口 唐家马上就完了 这时 有一阵风呜呜吹过 我哥说这话的时候 神情冷漠 声陷低沉 他穿着一身黑西装 领带记得一丝不苟 如果他筋骨分明的手中 没有握着一大把肉串 简直就是小说里的霸总 哥 我们回家吧 我有点累了 你干什么了这么累 看你眼一天霸总了 脚趾也扣紧一天了 当然累 没过多久 唐家从我哥手里抢走的项目 都陆续爆雷 亏损惨重 我一脸震惊地看向我哥 哥 你是什么商界奇才吗 你怎么能预测到 这些项目会出问题 我总觉得 项目被抢走的时候 你垂胸顿足的样子 像眼泪一样假 难道这些事 你提前都知道了 我哥扯了下唇角 废话 你哥我可是重生的 不对啊 上辈子这个时候 我们早死了 我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仰头望向我哥 哥 难道你在火灾的时候没死吗 我哥难得震惊了起来 凝视了我好一会 然后抬手轻柔了下我头 轻声开口 我为你们报仇了 我才知道 上辈子的那场火灾过后 我哥身上重度烧伤 并没有死 那时候唐欣慧卷走了所有钱 逃到了国外 我哥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找到他的下落 最后为我们全家报了仇 我眼前的视线 突然渐渐模糊了起来 突然我听见我哥说 你要是哭了 我就抓着狗来舔你的脸 我的眼泪 瞬间又倒流了回去 我一气之下 气了一下 我习惯了 每次稍微有些感动 我哥都能把氛围砸得细碎 唐家在接连几个项目爆雷之后 不久后 唐氏集团的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 就被扒出是我直播视频里的 劝我和解的亲生父母 唐家的声誉瞬间跌落谷底 股价也随之暴跌 不少网友开始开始质疑起 他们的人品问题 在各大官方账号下 要求彻查唐氏集团 很快 唐家就被查出 偷税漏税好几个亿 唐氏集团宣告破产的那天 我的亲生父亲 直接心脏病发作身亡了 而唐欣会在破产之后 很快和梁凡在一起了 虽然梁凡家境还算殷实 但也支撑不住他高昂的花销 在花光梁凡所有钱之后 他很快就把他拆了 后来 我们很久都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这时候 我哥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们也搬进了新买的别墅里 但周围的邻居 没一个相信我哥挣了大钱 关于我爸买彩票 中大奖的留言又流传开了 我爸干脆摊牌了 不装了 他就是发财了 他的奖金除了资助我哥创业 他还捐了很多钱给孤儿院 而我们一家出席商业年会的时候 消失许久的唐欣会又出现了 像是为了证明和我们是一家人 他也突然开始发疯了 他直接在我哥公司门口躺下 一边打滚一边开始痛骂 大家快来看看啊 我出生时就报错了 我爸中了三千万 我哥开公司当总裁 他们有钱了就不认亲缘了 我亲妈还刚接打我 他们报错的养女还霸凌我 我的命好苦啊 说着说着 他开始扯头发 趴在地上扭曲 开始阴暗爬行 他突然冲向我 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 他只能朝我大侯 许千千 都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 我要创死你 你不是会发疯吗 要不要看看我们谁更疯 我看着他 情绪稳定的就像一只水豚 我家庭幸福 早就不发疯了 你莫非是想 用魔法打败魔法 我爸缓缓走到他面前 叹息了声 你今天能变成这副样子 都是唐家的人没有教好你 不过是到如今 我也不怪你了 现在千千和阿旬都过得很好 在这个世界上 我唯一亏欠的人 就是你了 我妈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你爸还真是个胜负 她还捐什么钱做慈善啊 直接用那些钱 给自己盖作妙多好 就在这时 更让我们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我爸直接拆开手里的礼物盒 从礼物盒里 拿出了一张银行卡给他 再过两天 就是你的生日了 卡里有三千万 立马是你的生日 希望你拥有了这三千万之后 能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用胳膊肘撞撞我哥 爸刚刚拆开的 是不是准备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哥轻轻恩了生 三千万 我爸爸送给我的三千万 给了唐新慧 我感觉我快晕倒了 这时 唐新慧对上我的视线 将银行卡紧紧钻在手心 他起身一溜烟跑了 我因为巨大的冲击 没回过什么 我爸给我哥使了个眼色 快报警 警局的杨叔 刚才打电话说 唐新慧的杨母死了 唐新慧的嫌疑很大 我着急的跺脚 那你还给他那么多钱 他要是逃出国怎么办 我哥挑眉看向我 爸哪有那么多钱 彩票扣了20%的偶然所得税 后来资助我创业 这几年还捐了那么多出去 对呀 我爸早就没钱了 一提到钱 我的脑子都不够用了 我对钱果然是真爱 我爸又从裤兜里 摸出一张卡递给我 千千 这张卡是爸爸对你的补偿 我笑嘻嘻的接过我爸手里的卡 很快 我脸上的笑 就转移到了我哥脸上 爸 我觉得年轻人靠自己的双手奋斗 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卡你还是留给哥哥吧 我爸大骂我不识货 这可是奥特曼限量卡 之前网上有人出三千我的美卖 真的 双Q 听说 唐星慧被捕前正在银行的ATM机前 狂塞我爸给他的那张银行卡 后来他看清银行卡背面写着的那排小字后 开始发疯大叫 送你三千万 千万要健康 千万要善良 千万要相信光 用手机扫一扫银行卡右下角的二维码 还可以弹出我爸在录音棚 为我录的生日祝福歌曲 真的 双Q 唐星慧习惯了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 听说他在偷溜进唐家偷东西的时候 被唐母发现了 争执中 他竟然将养育了他二十多年的母亲掐死了 过了好多天 唐母的尸体才被人发现 在唐母死后 他一直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 做了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 后来直接确诊了精神分裂 我们把他在我哥公司门口发疯的监控视频 送到了警方手里 在多位专家的诊断下 认定他是装成精神病逃避刑法 后来警察查到 当初为他开具精神分裂诊断书的医生 是梁凡的舅舅 梁凡和他的舅舅因为作假证明 进了监狱 唐星慧入狱的时候 我爸妈都不愿再见他 只有我去见了他 他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 看见到我时 又突然有了精神 芊芊 你能帮我写封谅解书吗 我想活下去 我不是唐家的女儿 律师说 你和唐家有血缘关系 也是可以写谅解书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是不是故意的 和我都没关系 我静静凝视他片刻 缓缓开口 除了有血缘关系这点 我和我的亲生母亲一点都不熟 你还是亲自下去向他道歉吧 他平静的神色瞬间崩溃 开始发疯似的敲打着面前的玻璃 我有今天都是你们害的 都是你们躲太狠心了 都是我的亲生父母不要我 我才会走到今天 他很快就被后面的预警按住了 他没有悔意 还是习惯把所有的过错 都怪罪到别人身上 看向他 你应该不知道 上辈子我们所有人都给过你机会了 可是你一点都没有珍惜 所有这辈子你没有机会了 没过多久 唐欣会被判得死刑 那天 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 我哥正倚靠在车门上等我 他一边打电话 一边问我 妈问你 晚饭想吃什么 我想了想 说 想吃松鼠鲑鱼 电话那边传来 我妈大声叫着 让我爸出去买鱼的声音 我爸正在打游戏 随意应了声 我哥的手搭在方向盘上 专注地开着车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 看着窗外掠过的景色 温暖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耳边好像还能想起 爸爸妈妈吵吵闹闹的声音 阴差阳错地 拥有了爱我的家人 我真的很幸运 我偏过头看向我哥 哥哥 我们回家吧